開機的時間是可以0.7秒就可以開機完成 而且它像素已經高達1200萬像素 不過它出來的預購價非常的昂貴 多少各位不知道應該知道吧 24900 再來的話其他還有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開啟還有瀏覽器 瀏覽器這部分 另外不曉得各位同學有沒有裝這個軟體 叫PapaGo 如果你手機也是導航的話 那更好又照相機又導航機什麼都有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又少帶一個導航機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希望你手機上面有導航功能的話 其實我有提供一個APK是PapaGo的這個 你可以裝上去之後的話呢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導航機了 所以有時候我懶得帶那個導航機的時候呢 我就拿這個就可以導航了 非常方便 比如說我要去哪裡的話 我就直接可以找 像景點對不對 你就直接找 比如說勞工活動中心 它這個找法比較特殊 它不是全部拼 它只要拼第一個字 勞的話你就是 勞 第一個 工 哥嘛對不對 勞工活 活的話是科嘛 活 沒有 抱歉 所以它這 有有 勞工活 已經有 活動 得 得 有 勞工活動 中 星 這樣就好了 找到了 台北線 勞工活動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再按一個導航 就可以開始導航 放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導航機 非常方便 那它的缺點是說呢 它沒有撐孔 這是我覺得它比較弱的地方 但是大體上都還OK 而且它還提供一些什麼 經典書 你如果說要去找一些什麼 什麼 泡湯 民宿 點下去 也可以找到相關的 蠻方便的 至少就是說呢 你在不想攜帶一個導航機的時候 它至少可以幫助你 讓你知道說呢 你在哪裡 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我常用的 那在我常用軟體裡面呢 也有放這個東西 那再來後面有個play 這個是play商店 這個我也常去下載東西的話 可以用它來下載 那當然這裡面APP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殺時間的話 太多了 怎麼說呢 它裡面 可以直接去找太多的相關的 這一些相關APP 幾乎找不完 而且光遊戲類的話呢 就太多了 那這部分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把這些東西 play裡面的一些精選 像這邊有一些什麼精選的 或者免費精選 它為什麼會排在前面呢 一定有它的原因 這部分的話也是我常用 另外像形式力 形式力這個功能非常好用 比如說呢 常常有一些單位要跟我約時間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呢 我那一天我可不可以跟它喬時間出來對不對 其實形式力點下去 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如果你有在用的話 非常好用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一柱狀 有沒有 這個是表示什麼呢 表示喔 我這個時候是有形成的 比如說我這個時間